在現在的中餐市場裡面 不乏好的中餐廳 好的穿菜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的是 並不是跟這些中餐廳穿菜館做競爭 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新的 新的option 我覺得能夠把屬於亞洲的味道 不管是穿菜也好 或是說以後有其他的菜系也好 或是說台灣味也好 我都不介意成為代言人 我覺得能夠身為亞洲跟歐洲的 這個窗戶或是橋樑 我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把我的角色扮演好 能夠把更多屬於我們自己的美 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更多世界的人看到 身為亞洲人 我們對中餐的理解 的那個細膩度 跟精準度 跟一個 外國人 或者說亞洲以外的人 對中餐的了解 可能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或許你問一個歐洲人說 你覺得中餐是什麼 他可能說是糖醋排骨跟榨醇捲 或者是 就是那個 那個認知度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希望能夠投入中餐 能夠希望做這一個橋樑 最大的原因是希望能夠 close the gap 能夠讓這個 這個差距 會對 大家對中餐的認知 能夠更 細膩一點 所以 因為我一直常說一句話就是 中餐不是給中國人吃的 中餐是給全世界的人吃的 那怎麼讓所有的人 對 這一個好的味道都有 同樣的認知 就必須要透過這個過程 八大菜系裡面 川菜是唯一一個有 非常被系統性的整理過的 所以它的結構是 應該是八大菜系裡面最清楚的 你說得出 川菜裡面也有24個衛星 甚至有人更精細說27個衛星 那這24個衛星 是各自要用什麼東西來組成 是非常的明顯 可能甚至在粵菜都沒有這麼清楚的整理 或許有可能不同樣的方式 所以這些都是已經是留下來 整理過留下來的東西了 所以從這24個衛星 再下去演變 就更容易被接收 再來一點就是 川菜可能是所有 八大菜系裡面 覆蓋率最廣的 麻婆豆腐 它可能就像很多的 任何一個創作一樣 它也應該要有 六零年代的豆腐 八零年代的豆腐 九零年代的豆腐 跟屬於現在的麻婆豆腐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對 而一個好的味道 一個好的中餐料理 它就像一首詩一樣 我們可以從這首詩裡面理解那個畫面 但是其他人不行 但一直要等到這首詩被翻譯成 各種不同的語言之後 大家才能夠了解它的美 所以這個翻譯的過程 並不是要改變這一首詩的內容 而是它必須要被翻譯 同樣的在川江樂在做的事情 也是一樣 我並沒有改變川菜的內容 而是它應該被翻譯成另外一個語言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詞 by 欺貞